欢迎收看3月11号一集娱乐有什么新闻情 Super Junior的全员大旗 上个星期在上海被歌迷K到流血的西侧 今天终于飞来台湾了 不过你看这个伤口到现在还是很清楚 对了 先偷偷告诉大家 下个星期喜欢Super Junior的观众 如果不看一集娱乐 保证会对心感死 这是人祸 就是Super Junior的西侧终于来到台湾 他伤痕还是看得到 演唱会举办在即 Super Junior当中的西侧 今天跟担任嘉宾的师兄Trax来到台湾 不过上星期在上海演唱会 脸部被灯牌K到的伤还是清晰可见 因为歌迷的欢呼西侧 也很有礼貌跟大家打招呼 除了手似乎不自觉 想要掩盖脸上的伤口之外 在机场也咳咳不停 抵达范尼奥Super Junior下午三点多 出发往小巨蛋进行彩拍 今天台北下雨十多度低温 队长利特穿短袖讲你第一名 这一路开往小巨蛋追逐的歌迷也变多 让路上显向环身 下周一集娱乐也将演唱会 一系列的相关报道进行期待 一件是王小华跟同舰江小王 以前采访报道 现在还是有伤痕啊 对 好明显啊 伤得蛮严重 很多天了耶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了耶 那个很尖锐耶 那个LED版 那个当然会有伤痕啊 那个大地儿耶 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 对 歌迷真的不要开玩笑 对 其实有时候他们会丢荧光棒什么 那个就已经够恐怖了 不行啦 什么东西都不能丢啦 你不能说 还矿泉水 你不能说你爱这个偶像 然后你心爱的东西丢上去 任何东西都不应该丢上去 没有伤害就丢了 不行啦 以前说王不是什么 不行啦 因为这个 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会引起骚动 而且会引起大家 就是群起笑容 懂我意思吗 大家都一起丢了 我虽然 我虽然丢一个抱枕 没关系 但是有人看到 根本不知道你丢什么 别的 就丢硬的 我们回来车路 有今天晚上 Super Junior 小巨蛋演唱会的最新画面 这一下在台湾学的中文 全都用上了 对不对 不错不错 接下来就是今天 大家最想看到的一个画面 我们的Super Junior 我们有他们的画面了 对啊 还在唱 我们现在就赶回来 给大家看 大家就今天 不能说准备这一段了 就是很期待这一段 赶快通通知朋友 来请看 请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